男孩杰西是一个被母亲抛弃的流浪儿 孤僻的他街头巷尾做着偷鸡摸狗的事情 这天他意外闯进一个房间进行涂鸦 却发现玻璃后面有个庞然大物 那竟然是一只虎精 还没来得及等他细细观看 他就被警察带走了 警探大黑告诉杰西 是自己帮他说服警察 如果现在他不去收养家庭 还是要当个混混小子 那么他就会被送到少管所 杰西也没有办法 所以只好被迫和大黑去了收养家庭 养父养母对杰西很是热情 但是他却是一脸冷淡 只自顾自的吹口琴怀念妈妈 第二天杰西要去水上表演馆 去处理自己留下的涂鸦 在那里杰西又遇见当晚的鲸鱼 他看着这条灵活的鲸鱼很是好奇 于是就放下手上的工作 来到了外场 他趴在水池边上等着鲸鱼出现 突然他猛的一跃而起 吓坏了杰西 从饲养员那里 杰西知道鲸鱼叫威力 它是一头脾气暴躁的鲸鱼 所以最好离它远一点 但是杰西对这头鲸鱼很是痴迷 就算是冒着被咬的风险 也要接近它 杰西看着威力在水池里游来游去 觉得它十分神奇又可爱 它已经喜欢上了这头鲸鱼 杰西清理涂鸦累了 就拿出口琴吹了起来 没想到威力听到音乐居然兴奋了 他还对杰西做出了反应 这让他很是高兴 于是拿着口琴跑了出去 在外面 杰西继续吹口琴 威力就在水里欢快的游来游去 最后还用鱼尾拍起巨大的水花 见了女饲养员雷一身水 真是一个淘气调皮的鲸鱼 雷告诉杰西 鲸鱼不会吃人 就喜欢吃鲑鱼 所以杰西就更加不害怕威力了 他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个要好的朋友 当晚他就悄悄的溜出家门 来到水池边吹口琴 忽然身后的灯打开了 杰西慌张的想要逃跑 可是脚底一滑就掉进了水池里 不会游泳的他被威力救了 饲养员也很是惊讶 威力没有攻击杰西 甚至还救了他 他还说威力对杰西有种特殊的感情 因为鲸鱼的眼睛很有灵性 就像星星一样 他不会看雷和饲养员 但是会看着杰西 所以威力已经把杰西当成了很重要的伙伴 饲养员把杰西送回家的时候 对他的养父母说 希望杰西在暑假 能够继续留在那里上班 杰西也很是乐意 所以他们同意了 第二天 杰西高兴的来到水上表演馆 却听见了威力痛苦的叫声 原来表演馆的老板 要求工人强行给威力做检查 他已经无法忍受不配合表演的威力 但是他也不愿意花钱来扩大水池 让威力更有安全感 所以在小小的水池里 威力就很害怕 也不愿意表演 杰西看见痛苦的威力 就把钩子松掉了 威力也顺利的逃脱了 杰西很爱威力 还特地去给他买了小鱼 他把鱼扔到了水池里 在吹口琴 想吸引威力出来 果然调皮的威力出现了 因为杰西救了他 他现在已经完全信任他了 还向杰西撒娇 希望他为自己吃鱼 看着温顺的威力 杰西试探着抚摸了他的头 这样他们就有了第一次亲密的接触 当杰西离开的时候 威力也跟在他的身边 然后他居然翻转了起来 还举起了自己的鱼籍 就像打招呼一样 杰西再让他换个方向 威力也能轻松地完成 这让一旁的饲养员和雷都看呆了 他们看见了希望 威力终于能够像模像样地表演了 可是他只听杰西的指挥 当雷拿着鱼喂他的时候 他就摆动自己的尾巴 建起水花弄湿雷 雷也希望杰西能够帮助他训练威力 这样他就可以进行表演 老板才会把赚来的钱 给威力扩大池子 杰西希望威力能够快乐一点 于是他答应了雷的请求 晚上杰西总能听见威力可怜的叫声 他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只能默默地当心着 后来杰西给威力做了一个漂浮玩具 他很喜欢 威力也被他训练得十分听话 那些转圈的动作 他都能够轻松地完成 雷看见这对好朋友 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而杰西也渐渐融入了新的家庭 但被母亲抛弃的伤痛 总是营绕着他 心情低落的杰西 抚摸着威力告诉了他很多心事 他很想念妈妈 在收养家庭也感到紧张 所以他的内心很煎熬 他也希望威力有一天能重回大海 找到家人 之后表演馆的老板过来看了威力的表演之后 还是满意 于是就决定让威力正式表演 表演当天杰西很紧张 他怕搞砸了 他提着鱼筒呼唤着威力 但是他很害怕 迟迟没有出现 现场人太多了 那些呼喊声吓坏了威力 就算他浮出水面 也是胆战心惊地在发抖 无论杰西怎样安抚威力 他还是不愿意表演 最后他沉入了水里 地下室的小朋友 一直敲打着玻璃 这让威力十分恐惧 最后他发怒地撞向玻璃 吓得人们四处挑窜 表演彻底失败了 杰西对这次失败很是懊恼 养父母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回到家里的杰西 决定离开这座伤心的城市 他要去洛杉矶找妈妈 于是他来到水池边 向威力告别 威力很是不舍 也十分伤心 最后还发出污液的叫声 杰西爬上了高塔 看见远处的大海里面 有很多金鱼 他现在才知道 那是他们之间的交流 威力也无时无刻地 思念着自己的家人 突然 杰西看见水池里在发光 他老板的手下 在弄一颗螺丝钉 水很快就从那个孔流出去 杰西知道 这样下去威力会死 于是他找到了雷和饲养员 雷说 老板这样做是为了伪造意外 骗取威力的死亡保险 杰西不想让威力死去 于是他说服两人 帮忙让威力重回大海 他们三人合力将威力 装进大网里 吊上了推车 杰西还回家 悄悄把养父的车子 开过去拉威力 离开水的威力很是虚弱 杰西也一直在安慰他 他们几人就这样 忐忑又急忙地向海边出发 另一边 老板也得知了鲸鱼 被救走的消息 于是他就派出手下 追踪杰西他们 饲养员走了一条森林进路 可是走到一半 前方被一棵树挡住了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倒车 可是一个车轮子 却滑到了坡下 幸好杰西的养父母 开着车及时出现 他们发现车不见之后 就询问了路人 才知道杰西救走了威力 大家一会合 就把威力拉到加油站 补充水分 经过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把威力带到了海边 但是因为长时间缺水 虚弱的威力 还不能马上游起来 这时老板的人也赶过来 和养父他们混战 杰西就一直鼓励威力赶紧游 坚强的威力游了起来 但是海面下 是老板部下的天罗地网 无论如何 威力都游不过去的 他发出绝望又凄惨的叫声 杰西很是心痛 于是大声喊叫着 让威力朝堤坝游 于是威力快速的 向杰西游过去 杰西就像当初训练一样 鼓励威力 希望他能越过去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堤坝很高很宽 但是威力很信任杰西 自己也非常渴望自由 于是他潜入水里 然后一跃而起 他成功地飞到了堤坝另一边 他自由了 杰西很是欣慰 他不舍得向威力告别 目送着他回到家人身边 影片到这儿就结束了 人与童话这部儿童电影 很是奇幻 也是一个很温情的故事 在电影中 人与鲸鱼可以和谐相处 看着威力自由地在水里游泳 也很是治愈 真的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温暖 而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另一段血泪史 电影里的虎鲸威力 两岁便被人打捞起来贩卖 不得不开始接受囚禁的生活 为了生存 他开始学习表演技巧 也由此患上了严重的皮肤感染病和肺炎 后来这部电影上映 威力一跃成为了荧幕上大明星 全世界的小朋友的深深爱上了这头可爱的虎鲸 受到电影剧情的影响 人类认为把威力放归大海才是威力的最佳归宿 尽管人类做了大量的准备 让它回归自然 但对于虎鲸这样的高等情感动物来说 仅仅学会捕猎养活自己 躲避危险生存下来是远远不够的 威力在生命的前几十年 已经习惯了人类的陪伴 让它回到大海远离人类 和同类待在一起 它最终还是得不到快乐 长期积累的压力 让威力的肺炎不断加重 最终夺走了它的生命 享年27岁 而这个寿命 远远短于普通虎鲸的平均年龄 人类用自以为是的善意 拯救操控了威力的一生 这样的悲剧 或许从它被人类掳走的那一刻就注定了 鲸是海洋中的精灵 它需要自由地遨游 而不是养在池子里让人参观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小伙伴们记得多多留言关注哦 我是表妹